HELLO 大家好,我是屎萊姆 今天我轉了拍攝的方式 就是用另一部機拍攝,我玩過時的實況 為什麼要這樣拍呢? 其實想分享一下平常轉珠大概會是怎麼轉的 大家看到這裡的時候 看到我是暗隊,當然我之前也說過 如果是暗隊的話,我主力也會先看暗珠 就是暗珠為先的 基本上這裡 一開始,建議新手 最基本可以由2-3個Combo開始 不需要這麼急著說 我要一來就5個Combo,我要成為神人 不需要的 當然,在不斷轉珠的時候 在這裡玩,你自己也會發現 看得熟了就會進步 我一開始講一下 這裡 你看到這裡有5顆Combo,我打算把它轉在一起 你看到其實不是很難看的 不是很難看的 除了這裡有5顆Combo,這套藍色的水珠我想轉在一起 這裡有一個光珠我想轉在一起 我嘗試示範一下怎麼轉 我打算把這個藍珠,水珠轉上來 令到這裡光珠連在一起 OK 然後嘗試把這裡暗珠的東西都連在一起 OK 很簡單,大概的Path是這樣上來 然後這樣再上來 這樣這樣這樣 是不是看不明白呢?不要緊 我現在慢慢轉 其實有很多時間 神魔之塔比起其他轉珠遊戲 都好像是多些時間 我感覺上 可以先拿起這顆珠 這樣成功 做了暗珠的全體攻擊 好 好了,那再下 我也不知道將會遇到什麼 我會遇到什麼的時候 那邊說什麼 其實這裡呢 這堆火的珠也都可以轉在一起 那我看這裡 我不打算做這麼多Combo 我打算做三個Combo 大家可以比較容易看 首先上面有火珠 我會轉在一起 你看到好像差很遠 很難轉在一起 那不是的 其實你把這個 起手珠就是光珠 轉下來 然後再繞在這裡 那已經會把這個火珠連在一起 然後再下 把暗珠 順著把暗珠連在一起 再繞上來 把木珠連在一起 那就做了三個Combo 我們就試一下 那會不會這麼快 慢慢來 因為有很多時間 OK 三個Combo 其他一支三個Combo也夠 那我講新手 那如果你已經不在這個Level 那對不起 我這段影片 不是針對你而錄的 那我再遲些會放一些 再看多一些Combo的段片 那我現在都不打算看那麼多 那現在這個情況呢 就是我們常見的卡珠 那其實也不是很卡 也有一套暗珠 也不是很卡 他已經看不到這顆 那目的我們當然要做到攻擊的時候 把這個暗珠放過來 那你見到都頗遠的 那你爭的距離 那如果你覺得困難的 那我就拿起這顆 那拿起這顆 那這顆的時候 繞完答量放回這裡 那就是我們最終的答案了 那這裡呢 那我目標是做三個Combo 那我見到我就會想做這裡啦 這裡這一套是藍色啦 這裡這一套是綠色啦 OK 那大概的Path就很簡單 那這些情況下呢 你見到它身處在角落頭 好像沒有位置走 其實不是太難的 只要我把這顆暗珠拉上來這邊 這樣繞一個圈出來 那其實這顆珠呢 本身在這裡 去了這裡 然後最後去了這裡 這裡並不難看的 然後這裡呢 也是會轉一個圈 那一開始你可能會不明白為什麼會轉一個圈的 那你可以 試多幾次你就會明白的了 那我就大概那個Path就這樣走過來 這裡轉一個圈 然後回到這裡 OK 那這樣轉一起吧 這裡轉一個圈 就是這樣 當然啦 每一次的戰鬥都是很好練習的機會 那我見到我的朋友呢 都不是很難的 那其實開始 神魔之塔 到現在 出了大概兩個月子 三個月 那我見到很多朋友 都已經能夠 初初沒玩過任何最主遊戲 去到現在 都能夠做到四五個Combo 即是看到四五個Combo 那其實 就是 看你有沒有心 有心 就應該不難 那這個就是卡主 那卡主的情況下 看看有沒有技能 那我見到一些技能 還未充滿的 那這個地震 不要看少它 它是滿等地震 那可以在暗隊裡面 取代魔陽的位置 因為魔陽的位置 就是深鑽暗 那另外還有這個 暗月野龍 即是暗巨像 那它都是未滿技的 不過 在卡主的情況下 就非常好用 不過不要緊 卡主都可以倒轉 沒問題 那這裡 日常看三個Combo 那我們今次試試做多些活血 那這裡有一套 心珠 這裡有一套 心珠 這裡另外再搭 這一套 水珠 那這裡 剛才就是那個情況 這一種情況 就是轉兩個圈 就基本上可以 轉一個圈 基本上就已經 將它這兩顆移了上去 那轉完之後 到這裡 這些 這些叫什麼呢 這個 這樣的 L 位 那其實是 只要在旁邊進去 那它就會變成一條 其實不用擔心 然後到最後 出來 再下來 那這裡 水珠又可以連在一起 轉了圈就搞定了 OK 以外掉了 暗珠下來 那就很輕鬆 然後 多了 好 快打Boss 原來這隊 打Boss也不是太難的 好啦 那我的技術還沒有 不要緊 在這時候 不少緊張 純色對卡珠很正常 那平常的技能 會幫到你很多 好啦 那這裡 我又想看三個 combo 那這個就沒有剛才那麼簡單 看似 我們看看怎樣做 那我現在就做這三套 三珠 做這兩套光珠 還有最後這裡 這套的水珠 我也想做的 那你見到距離好像很遠 那都不用太擔心 OK的 那或者你可以沒什麼信心的 你不 我本來想從這個光珠開始 那就順著下來 那其實你拿起這顆水珠 都可以的 那其實 很自由 你喜歡拿起哪裏都可以 OK 那我將這顆 拉過來 這樣拉出來 那這裡 心珠連在一起 然後這些 這些L位 那我又這樣 再落 那它就會連成一條 那到最後 落回來 放這裏 三個連成一邊 這邊都可以 你喜歡的 OK 到最後這樣 連成了三個combo 好啦 好啦 那你見到我技能 就一聲滿了 那我又使用技能 地精技能 心轉 好啦 去到這個地方 那你見到敵人有這麼多 那我都打算做一個全體攻擊 那 那 我會把這一邊的暗珠連在一起 那其實全體攻擊 就分 打橫一條 或者是 打直打橫這種 那打橫就是 五粒磚連在一起 那這種就是 如果這樣 就可以成為一個T字 那就可以成為全體攻擊 那也很簡單 只要我把綠色這顆 拉過來這邊 這樣拉 那其實已經成為了一個T字 那個暗珠 那我再拉完之後 我就上來 繞這套 水珠 OK 到最後 落回來這個位 這個位 OK 然後成為了三個COMBO 那你就試一下吧 OK 三個COMBO 好啦 基本上 轉珠來講 都是 每一次你玩的時候 都是練習的時間 那其實你每一次都可以挑戰自己 練多些COMBO 當你這一刻 你玩到 你平時可以轉到 兩個COMBO 一個COMBO 或者是 有些 不是剛剛開始玩的 不要緊的 你慢慢開始練習 我 都是這樣教人 一開始試了兩個COMBO 然後去三個COMBO 然後去四個COMBO 五個COMBO 慢慢上的 不需要太急順 一開始有很多的 當然啦 你看到的 你就轉吧 沒所謂的 但是目標就是這樣給自己 建議新手練習 開始給自己 最少三個COMBO 對了 那 你三個COMBO 當你自己可以很純熟的駕馭到的時候 就可以挑戰四個或者五個 OK 那今天的 心得分享 就到這裡 對了 如果有什麼 大家可以留言 亦都歡迎大家 訂閱我的Youtube 亦都歡迎大家 訂閱我的Facebook 的 神魔之塔 研究族